在一個大氣壓下 有個氣泡由水池底部上升到水面 體積變為原來的3倍 假設溫度不變則水深約為幾米 水深每增加10公尺 壓力增加一個大氣壓左右 所以我們假設池底的深度是H公尺 依照布爾定律P1V1等於P2V2 在最上面的時候就是P1V1 所以壓力一個大氣壓 體積變大3V 在底部的部分它壓力比較大 體積是V 壓力怎麼算呢 外界一個大氣壓 再加上水柱H公尺所產生的一個水的壓力 那前面講到了水增加10公尺 壓力增加1 就可以去推估這個水所造成的壓力值 那我們經過計算結果H大概是20公尺 因此本體的答案就是B選項 壓力增加10公尺 如果也來看看 找 darling,可以去做大氣壓力速度 過度是1,260公尺 我們可以經過 處理在馬上 在3 분hält關係 問題 Minnesota